蒙古人的第三次西征,以蒙哥汗的突然去世而告终。 当时蒙哥的弟弟叙利物作为第三次西征的主帅,一听说大哥突然辞世,也再没心思打仗了。 派自己的亲信大将镇守叙利亚之后,自己率队东归。 谁继承蒙哥呢?是蒙哥的弟弟忽必烈。 忽必烈继承韩位之后,将叙利物西征征服的地方封为伊尔韩国,又叫做伊利韩国。 这个伊尔韩国统治的领域南到波斯湾,北到达离海,以高加索山与清查韩国相邻。 东起阿姆河与查韩台韩国为邻,东南到达印度边境,西至叙利亚。 从此伊尔韩国在波斯传习了百余年。 咱们再说说这蒙哥喊,蒙哥给自窝窝台去世之后,几乎停止了的蒙古征服战争,注入了新的活力。 首先,就是一二五三年,在沃南河和园召开的蒙古大会,蒙哥决定派他的弟弟叙利物去征服鲍达跟美索不达米亚的哈利法王朝, 以此来完成对波斯的征服,然后继续去征服叙利亚。 这是七一,七二呢,蒙哥跟他弟弟忽必烈,重新开始了对中原宋朝的攻势。 这蒙哥自从夺得大韩之位之后,跟受封于蒙古本土之息的查哈台系,沃扩台系, 这两派人所建立的韩国,应该说他们的关系已经破裂了。 反过来呢,对于支持他登基的西部统帅拔东,出于各方面的考虑,他也不便侵犯利益。 所以,他把扩张的主要目标转移到了南面唯一的敌人,宋朝,为此重新发动了侵宋战争, 并且逐步把这规模扩大升级。 这是蒙古帝国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趋势。 早在沃扩台喊攻灭金朝之后,蒙古跟南宋之间的关系就已经不断恶化了, 由此而导致两国之间战争不断。 当年,沃扩台派自己的皇子亲临前线,主持亲宋战争。 到了公元1240年,沃扩台准备发动大规模亲宋战争,所以他调动汉军汉将一起出兵啊。 没想到时间不长,沃扩台病死了,所以亲宋战争暂告断落。 在这之后,由于蒙古帝国对内争夺韩卫的纷争是连年不绝, 对外呢,又主要把军事力量用于向西边扩张, 所以对南宋的战争处于一种相对的状态。 这给了南宋残喘的机会啊。 蒙哥继位之后,一是要肃清身边政敌,巩固自己, 二一个呢,他派自己的弟弟忽必烈率军远征西南的大礼物, 打到云南了,以便为他迂回包抄围攻南宋, 做好战略准备。 公元1252年这年六月,忽必烈受命, 帅大将吴梁河台,远征云南, 大军翻越六盘山,经临陶进入吐蕃的东部, 到了西藏东边呢,过大渡河金沙江是直取大礼啊, 转过去年冬,大礼被征服了, 蒙古帝国完成了迂回包抄宋朝的战略部署。 打这起,蒙哥又调集了蒙古诸王 以及汉军上万户的大批军队, 在1253年秋天亲自出征,展开了全面的恭送战争。 他手下的大将,为长江中游, 宋军的要塞城市樊城, 这樊城是哪啊? 就是现在的湖北相樊, 是功耳未克, 这地儿不好拿。 转过去年春天, 蒙哥亲率大军四万, 进攻西蜀,兵分散路, 在这年的秋天, 打到汉中了。 东天刚刚到来, 他们先攻克利州, 杜嘉陵江以及白水江, 攻克了苦竹埃, 峨丁堡, 大火山等地儿, 所致进展是颇为顺利。 到了1259年的年初, 蒙哥大验重将于崇桂山之北, 并且商议, 咱们是不是回师休整啊? 大伙都说, 应该回师避避鼠了, 要么, 咱们就一鼓作气, 赶快把宋朝拿下来。 最后蒙哥决定继续恭送, 二月一到, 他们继续进兵, 杜鸡找滩, 进攻河州, 这河州, 就是现在四川河县, 打到哪儿呢? 打到河州的钓鱼山, 可真没想到, 在这儿, 却遇到了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 有的这年二月打到六月, 蒙古军队多次猛攻, 而且还派人劝降, 这全部见效啊, 就连蒙哥自己, 也被守城宋军的飞石给打伤了, 到一二五九年七月, 他不得不终止无效的进攻, 转而进攻重庆, 又过了一段时间, 蒙哥因伤势过重而病忙, 这一下, 众军没有了主帅, 大将们纷纷陆续率军北归, 蒙古的这次大规模的亲送战争, 致辞以失败告终, 蒙哥在钓鱼城下败王, 这钓鱼城被后世史学家称为蒙古军的绞肉鸡啊, 可见这一场失败影响是巨大的, 首先, 他导致了蒙古这场灭宋战争的全面瓦解, 使得南宋又得以延续了二十多年, 进攻四川的蒙军被迫撤军, 护送蒙哥灵鹫尾环啊, 蒙哥死的时候, 他的弟弟忽必烈正率领了另一支蒙古军队从河北往南攻打, 围攻长江中游湖北省汉口对岸的鄂州, 也就是现在的武昌啊, 同时, 有大将离开云南奔广西, 忽必烈在广西攻桂林, 接着又到了湖南攻长沙, 这样蒙哥去世的时候, 宋朝已经是北面西面南面三面被困, 蒙哥的去世使得南宋获得了短时的喘息啊, 忽必烈确实希望腾出手来争夺成吉思韩国的继承船, 他急忙跟宋朝的那位奸相贾四道进行和谈啊, 签订了停战协议, 以长江作为这两个国家的共同边界线, 就这样, 忽必烈率军返回黄河以北, 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 要等到十几年之后, 再由他忽必烈来完成啊。 二一个, 这一次大战, 使得蒙古军队第三次西征行动停滞下来, 缓解了蒙古势力对欧亚非国家的威胁, 公元1252年呢, 蒙哥派自己的弟弟叙列物, 不是发动第三次西征了吗? 占伊朗, 占伊拉克, 占叙利亚, 这么说吧, 阿拉伯半岛大片土地都归了蒙古人了, 这正当序列物准备向埃及进军的时候, 听了他哥哥的死讯, 连忙带队东环, 结果蒙古军因为寡不敌众, 被埃及军队打败, 所以说蒙古人的军队始终没能打进非洲啊, 蒙古的大规模的扩张行动, 从此走向低潮, 所以钓鱼城之战的影响, 远远超越了中国的范围, 他在世界史上也有的重要一页, 蒙哥是一位蒙古保守主义者, 他所施行的是传统政策, 这种带着浓厚的蒙古部族跟西域色彩的政策, 已经不适应统治广大中原汉族人的聚集区, 所以呢, 忽必烈作为蒙古统治集团中少有的一位仰慕汉文化的开明之师, 他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忽必烈大力延揽汉族如释, 极力推行汉化政策, 取得很大成效, 但是也引起了蒙哥以及保守臣辽的怀疑, 忽必烈因此还被罢了官呢, 他推行的汉化政策也被迫取消, 等忽必烈登上大汉宝座之后, 继续推行他的汉化政策, 逐步改变了盟军乱杀的政策, 使得南部中国的经济跟文化绵语遭受更大的破坏, 蒙哥汗留下一言, 日后要攻下钓鱼城, 应当途进城中之民啊, 后来呢, 钓鱼城投顺归降了, 归降了原帝国, 而忽必烈没有按蒙哥说的去屠城, 却赦免了军民, 这就是忽必烈对汉人的态度, 由于忽必烈的当政, 使蒙古韩国这个边疆政权, 转变为一统中国的封建大王朝, 元朝, 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啊, 那么钓鱼城呢, 作为山城防御体系的典型代表, 在冷兵器时代, 充分显示了他的防御作用, 他成为蒙古军队难以攻克的堡垒, 蒙哥韩败亡之后, 钓鱼城顶住了蒙古军无数次的进攻, 直到1279年首将献成, 这才归顺了元朝, 而忽必烈呢, 作为托雷的第二个儿子, 蒙哥的弟弟, 忽必烈是身负重望, 他以前辈的赫赫战功为荣, 并借鉴以往的经验教训, 最终完成了空前大一统的中国的丰功伟业, 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享有盛名的开明之君, 当年蒙哥取得大汗位后, 对于蒙古帝国采用的仍然是南北分治的办法, 所以才让忽必烈掌管漠南呢, 专门负责治理中原, 早在窝国台大汗时期, 就已经投靠蒙古贵族的汉族知识分子, 窦墨跟姚书, 这两位大儒, 先后被忽必烈招聘重用, 所以他们的道理, 他们的汉化文明, 给了忽必烈很大的影响, 影响到这忽必烈采取了招负流亡, 禁止滥杀, 屯田积粮, 整顿财政, 一系列措施, 初步扭转了战争带来的危机, 忽必烈重用汉人发展生产, 这种种迹象, 给蒙哥带来了戒心呢, 蒙哥的大臣们也指责忽必烈, 避开传统的蒙古法律, 而采用汉人法律, 统治汉人的地界, 公元1257年, 蒙哥曾经派出两位亲信大臣, 去调查忽必烈的分地状况, 揭露出他们声称的, 大量的违法越权行动, 这几个大臣, 逮捕跟处死了几位忽必烈手下的高级官员, 这就是典型的杀鸡给猴看呢, 不过清洗并没有涉及到忽必烈本人, 几个月之后, 蒙哥大汗, 为了征服比中原更富裕的地区, 更为富足的江南所在, 蒙哥主动跟忽必烈弟兄两人重归就好, 实际啊, 这是战争利益战略时局的需要, 公元1259年, 蒙哥命丧钓鱼城, 蒙古人在欧亚大陆的征战全部停顿下来, 而托雷家族中则展开了韩贝争夺, 这不仅仅是一个两个人之间的争夺, 它更代表着蒙古贵族中各个主要派别的利益, 忽必烈受到了被他征服的国家的文明的吸引, 它代表的是受农工世界影响, 希望跟这些人和解的蒙古人, 所以呢, 他手下的这批蒙古人, 希望能够避免战争, 那么忽必烈的弟弟有一位叫阿里布戈呀, 这位作为传统的蒙古方式准则的捍卫者, 阿里布戈觉得草原世界比农工世界更具有吸引力, 他不信任他的两个哥哥, 甭管是西征主帅序列物还是忽必烈, 阿里布戈认为, 他们受到了外来观点的腐蚀, 由此引发了涉及蒙古帝国, 未来方向的兄弟之争, 再说忽必烈, 听说蒙古死讯之后, 他要马上返回蒙古本土, 而他的那位兄弟阿里布戈, 则立即调动军队, 并且结成利益同盟, 而忽必烈在后方的妻子, 连忙把这一系列的变动跟计划通知忽必烈, 忽必烈必须放弃对南宋的围攻, 放弃鄂州, 他要向北回军迎接阿里布戈呀, 达成协议之后, 忽必烈轻车减行, 迅速北返, 迎着阿里布戈就冲上来了, 几番交战, 忽必烈打败了弟弟阿里布戈呀, 兄弟找哥哥来认罪来了, 忽必烈就问这阿里布戈呀, 我跟你咱们俩谁对呀, 阿里布戈说, 在以前是弟弟我对, 今天算你对, 忽必烈命大臣严加审讯阿里布戈的那些臣子们, 没多久, 杀了不少阿里布戈的部下, 阿里布戈也病死了, 忽必烈取得了全胜, 确立了他在蒙古贵族中的权威, 他以汉族疆域为根基, 依靠中原地主的支持夺得了韩位, 并且以汉族统治区为中心, 建立了元朝统治, 成吉思汗建国之后, 一直以族名为国名, 称为大蒙古国, 没有建国号, 而忽必烈称汗之后, 建年号中统, 改国号为大元, 把都城由河林迁到了金朝的旧都燕京, 称之为中都, 后来进一步改名为大都, 这就指的是北京啊, 把都城中的中枢省, 迁至到北京, 大都完全代替了蒙古韩国的旧都河林, 成为大元朝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心, 忽必烈又仿照儒家传统的建都, 在旧城的东北面另建新都, 一尊儒书所在的面朝后世, 左祖右舍之之, 这竟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完全按照儒家观点, 有计划建造起来的都城, 就连中书院, 书密院, 御史台等等官崖的方位都有严格的选定, 大都营造于公元1267年, 到达1276年之后, 大都城基本建成, 因为这个墙体是夯土筑城, 所以又称为土城, 城墙外有护城河, 元朝的后期又在各个城门外家住瓮城, 元氏族忽必烈实行两都寻性制, 也就冬天在元大都办公, 就在北京啊, 这是东都, 那么夏天呢, 在元上都办公, 元上都就成为下都呢, 在中国历史上, 有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一统天下, 这还是第一次啊, 关键在于统一了, 面对人数众多, 非我族类的汉民, 以及中原民众, 长期存在的对这些边地少数民族的蔑视心理, 那么这些对少数民族统治者都构成 无形的威胁, 也要想巩固统治, 蒙古贵族自然会更多的依靠其他的少数民族人士的支持, 由于不可能摆脱这种政治心理的支配, 忽必烈在制定民族政策问题上, 自然就不可能采取民族平等的方针, 他公然采用民族歧视政策, 这就是四种人制度的产生, 忽必烈将蒙古人, 色穆人, 汉人, 男人, 作为统治臣民的四种划分标准, 蒙古人这不用解释了, 色穆人就指外国人呢, 清查韩国的, 唐物韩国的, 维吾尔国的, 回回, 奶蛮, 各个国家的人都称为色穆人, 汉人呢, 指的是淮河以北, 原先金朝统治境内的汉族, 契丹族, 女真族, 也包括较早征服的云南四川高丽人, 都在这个汉人之内, 男人呢, 是指最后被征服的, 原先属于南宋境内的各族人民, 这四等分别给予不同的政治待遇, 是极不合理, 造成了不同民族之间的隔阂, 作为忽必烈, 是想利用隔阂, 加以利用, 此后, 忽必烈发动战争, 灭了南宋, 也镇压平复了, 来自内部的, 不同贵族带来的反叛, 一直到, 治元十六年, 也就是公元一二七九年, 后来证明这一年, 是忽必烈统治的一个分水岭, 在这之前呢, 他的事业中很少经历失败, 他统一了整个中华帝国, 粉碎了包括他的兄弟在内的所有的反对者, 他和他的幕僚建立了以汉人模式为基础的, 但又不以汉人思险跟风格为支配地位的政府, 他的最明显的失败, 是对日本的半途而废的入侵, 但是他可以闻过是非, 把这一次失败归咎于摧毁他军队的可怕的自然灾害, 他赖台风, 在他统治的前二十年, 所有的其他事物, 似乎都在平稳的发展, 但这仅仅是表象, 表象是靠不住的, 在表象后面还隐藏着一些棘手的问题, 一些儒家学者不顺从蒙古人的统治, 随着南宋合并到原帝国, 他们的不满更加明显, 忽必烈的统治受到了经济问题的困扰, 这会儿忽必烈都快七十岁了, 受健康问题的折磨, 痛风病使他寸步难行, 对于庞大的财政开支, 他很苦恼, 就求助于他的理财大臣阿赫玛, 这阿赫玛主要是敛财争利, 在这方面被忽必烈所器重, 阿赫玛剧敛的金额越高, 那么他的权力威信和收入就越大, 他搜刮的主要方式有下面三种, 一种是滥发钞票, 那不造成通货膨胀了吗? 顾不了那些的, 二一个是履行理算, 理算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检查跟清算各个官府所有的出纳财物, 检查吸引追征欠款, 这一制度在蒙古国时期常常举行, 赶到了忽必烈时代, 特别统一江南之后, 在阿赫玛的主持下多次大规模进行, 以至作为搜刮财物跟打击异己的手段, 三一个那就剩了增加税收了, 除此之外, 阿赫玛对商人征收的税更高, 对新生的产品实行国家垄断, 并禁止私人生产某一些的商品, 应该说, 阿赫玛实行了这些脸钱的政策, 对于大元朝的国库是有利的, 但是阿赫玛的所作所为, 却激起了宫廷中一些最重要的汉人的反对, 在治元十九年三月, 也就是公元一千二百八十二年, 当忽必烈照例巡行上都的时候, 阿赫玛留守在大都北京, 这一年四月十日, 突然北京城发生暴动, 有人把阿赫玛从他的家中引诱出来, 将阿赫玛刺杀。